主席我們請部長 請全部長 後委員長 部長好 我們今天是討論這個法案的修正 那部長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外籍移工他滿三年就要強制出國一天的規定 他的一個當初立法的目的 是不是就是為了避免 對 主要是當年國籍法就是說 因為外國人在本國連續住超過五年的話 他就可以申請這個永久居留 所以那時候三年出去一次 他連續兩次來台灣工作 那就不會累積到有超過五年這樣一個情況 好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 那其實在整個修法的一個脈絡 從2001年他是 就是他必須規定要離境40天 好 那到2003年呢就是改成只要一天 為了就是減少這個僱用家庭的不便 那到2007年這個移民法他修正了之後 剛剛也提到說 其實他已經排除了他們就是永久居留的申請這個可能性 所以其實這個立法目的其實已經不存不存在了 對 但是這個法齁 其實我們到現在還是沿用了八年 就是這八年當中其實還是一樣 就是這條文還是在 那其實上一屆其實也有多位委員有提過這樣的案子 那去年沒有過 去年在這個最後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討論當中 這個沒有形成啊 這個沒有最後的共識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部長 就你針對上一次的這個法案的討論當中 這個當時候沒有把這一天的這個規定拿掉的一個理由是什麼 我想剛才那個巫委員也稍微提過當時那個過程 其實事實上各種理由大家都會提出來這個討論 像如果說取消他三年一定要出境一次 那未來如果雇主都不讓他出國 不讓他休假那怎麼辦呢 那這些我們都有一些行政措施可以來做規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在當時我們最後要處理的時候 那個媒體就有很多的這個仲介業者寫出來的文章 來批評我們這個政策 所以當時就引起大家對於這樣調整一個疑慮 所以最後反對的單位是 不是勞動部嗎 不是勞動部 是支持的 那所以最後在整個超野協商最後的一個 反對的一個力量是在於 我想總是會有一些這個利益受到衝擊的業者 他們會透過不同的管道來阻礙 好那所以這一次針對我們吳委員提出的這個提案的話 勞動部也是全力支持嗎 是我們一向都是一貫都表示應該是這樣 因為現在我們去訪談愚工 大部分對於這樣子的日子 這樣子的因為剛剛委員也提到那個 那個出入境這個國際法修正以後 其實就沒有這個顧慮了 所以這個還是利益衝突的關係 那當然在這個法案上面其實本席是採 就是非常支持的一個態度 那當然當中其實有提到說就是 他如果出國他現在取消這個限制之後 他可能會有人會考慮說他是不是就不能反國 不能省親了 好那針對這一項我其實有看到你們報告裡面 有寫到就是你們是希望是透過就是法令 管理辦法的規定然後要透過勞動契約的方式 讓雇主知道說他應該要給這些移工這樣的權益 然後透過這個業務的一個仿勢的一個同時 去確認說雇主有沒有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想要問一下 針對你們這樣的一個配套這樣的規劃 就台灣現在的這種外籍移工他在這個 勞動市場的這種弱勢的一個狀況 這樣的一個政策他的一個效果 你們預期會怎麼樣 當然這個因為這個分兩部分 一個是在就是製造業的移工 製造業移工因為他生產本來就有淡季旺季 所以他在開始的時候 在勞動企業裡面就講清楚 如果說在淡季的時候他的故事就讓他回國 我想這個比較執行上比較容易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這個家庭看護工 因為他有的那些看護者 一天都不能離開這些外籍移工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直期待的 要跟衛福部合作 就是那個長照的體系 他有些外展的照顧體系 有替代的人力來幫忙照顧的時候 那麼這個移工才可能回緩鄉 所以這部分我們在這個勞動契約裡面 我們會做更詳細的規範 好這部長也是我今天要講的 因為其實很多家庭 他是非常依賴這個外籍看護工 他根本離不開 他們這些看護工的一個協助 所以其實我認為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這些配套 這些規劃 如果只有在這個報告裡面這些 其實是非常不足夠的 就如同剛剛部長所說的 之前我們一直在討論的長照的部分 就是之前長照在衛福部 他是把就是聘用外籍看護工的這個家庭 除了一定的條件之外 他是把它排除在外的 他是沒有提供這樣的傳習服務 給這種家庭的 好那其實我認為說 如果我們也把它含進去 我們一定會提高雇主他讓這些 移工他返鄉的這個意願 好那當然如果說我們可以簡化 他們的親屬來台 跟他們團聚的一個程序 或成本的話 這也是一個辦法 所以其實我是認為說 其實勞動部應該要跟其他的部會 再加強去協調這些要素 可以驅動這些就是我們這些家屬 我們這些聘用的這個單位的這個驅動 他們願意去讓這些 移工可以返鄉的一些要素 所以我是希望說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那也希望說就是勞動部能夠主動 跟各部會來加強一些協調 好那再來我要問到的是說 我們剛剛在講那個就是直接聘雇的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政策 那這個政策其實當然大家都非常的肯定 因為其實我們省下了很多就是 這些外籍移工的一個仲介的服務費用 那現在這個成效其實還是可以繼續提升 那現在最主要遇到就是 他會有一些瓶頸 然後這個服務沒有辦法擴到那麼大的一個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主要還是我們可能 就是很多雇主 當有機會他接觸到這個資訊的時候 他們因為很多處理這個東西 都是他的人事部門 那人事部門都比較被動 但老闆知道的時候 老闆就說這個很好為什麼不做 所以就會人事部門才會 才會在老闆指示之下去做 那所以這部分我們 我覺得還有很大的 這個改善的空間 那所以在這一塊上面的一些宣傳的部分 現在有做什麼努力 我們現在都主動去拜訪這些 這些製造業的老闆 因為有些過去我們都是找這個人事部門來上課 那人事部門他是比較被動 所以我們會找老闆直接跟他講 有這樣一個執聘的制度 好 所以除了就是直接去跟他們講之外 你們沒有做其他的比較有效的一個宣傳 這樣人對人會不會速度太慢了一點 我知道委員的意思是說 我們應該要做更多的網路上的宣傳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這些我們都有做 但是我剛剛講的會接收到這些資訊 都是那個業務主管 他不會是老闆指導 所以我們希望直接去找老闆 這是補充的一環 那其他剛剛委員所建議的那些 那些宣導的資料我們還會持續的來做 好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申請的這個過程還是太過於反覆 這其實是為什麼有一些人 他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在線上雖然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雖然已經還不錯了 可是他還是會覺得說這個反覆的過程 還是會讓他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這部分可能還是要請我們勞動部這邊 再去做一下這個改善的一個規劃 那其實最後我要提到的是說 其實現在台灣的外籍移工已經超過60萬人了 他其實我們希望他是補充的一個勞動力 但是他已經變成替代性的勞動力了 那我其實我之前在院會的時候 也質詢過我們的張院長 就是針對說外籍看護工的一些問題 他現在一個月雇主他需要付出大概3萬塊的一個薪資 就夯不朗噹加一加大概3萬塊左右 但是呢實際上這個外籍看護工 他也只拿到1萬7、1萬8左右的這個薪資 其實對於外籍看護工來講 他的勞動條件算是非常的差 但是對於雇主來講 他很多也都是弱勢的家庭 他也沒有辦法減低負擔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會很希望說 勞動部可以再針對這個問題 多多去想一下要怎麼樣解決 因為其實這已經變成陸落相殘的一個狀況了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我們要重視外籍移工的一個勞動人權 但是針對於台灣的一些這種雇主 其實我們也是要想辦法 就是看社會 我們國家怎麼承擔這樣的一個社會責任 來幫助這些家庭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長 好謝謝 下一位